耗資126億元興建的港鐵南港島線 全長7公里貫穿金鐘至海而半島 其中連接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至鴨利州 約2公里長的高架橋工程 港鐵採用了全港首度引入的橫樑吊裝機 來興建橋樑加快工程進度 在討論如何運動 所以整體的項目可以從坡橋位置取得到 所以我們可以減少路關閉 在設定時期 我們認為在設定的鴨利 雖然因為工作地區不少 我們認為這會有1至2個月 在設定的位置設定 在設定時,只有一至2個月 新引入的橫樑吊裝機 將預裝的組件逐件組裝起來建成橋樑 相對傳統要在現場製造混凝土件的做法 除了能夠減少過程中產生的塵埃及聲音 亦都有效將每次的組裝時間縮短近三星期 而且橫樑吊裝機的體積 只是傳統吊裝機的十分一 進行工程那時 無需大規模及長時間封路 亦都可以在不同位置施工靈活性較大 港鐵預計這條2公里長的高架橋 會在明年年初落成 之後就會安裝一些鐵路的設施 例如路軌等等 港鐵又指南港島線的整體土木工程 已經完成了三成半 預計會在2015年進工 香港風販電視記者王家林伯